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HA不管蔡英文 痴痴的等 就是等不到 那一個馬英九任內 都會準時來到的邀請函 那怎麼辦呢 國民黨黨團在立法院 展開所有的杯葛手段 今天甚至發展到念經 可是這樣子的制衡 到底有沒有用 擋得了8800億的 撒錢計畫嗎 今天陪我們去打錢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台北教育大學教授 莊啟銘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大家好 國會助理鄭兆鑫 大家好 珠珠姐 看到39歲的馬克宏當選 你心裡面是什麼樣的感覺 這個馬克宏當選的話 有兩個感覺 餘工年輕化太重要了 這中國國民黨現在走的 就是要年輕化 不要以為百年政黨 出現的都是老臉 我們要找年輕人 來加入我們的政黨 所以年輕化很重要 我一直常常在說的 第二個是餘思 各位觀眾朋友 不要以為只有男生 可以找比自己小 二三十歲的女生 你們要小心一點 現在女生戀情 也可以下探二三十歲 男女平等 所有的女生都非常的振奮 讓大家都有 對未來都有希望了 可是唯一一個到今天為止 沒有希望的是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在等WHA的邀請案 不管是接受專訪 還是在推特寫的九次的文 沒有消息就是沒有消息 然後張志軍今天也直接講了 沒有九二共識 就沒有WHA的基礎跟前提了 朱如姐 這個一個裝睡的人 永遠是叫不行的 他明明就知道 這問題的核心在哪裡 根本問題他不想去解決 他不想去解決 當然就等不到邀請函 那怎麼辦 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 可是國民黨是台灣 最重要的在野黨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最喜歡講說 台灣要民主 民主靠制衡 可是國民黨黨主席選舉 現在進行到火熱化 5月20日要投票 董哥 你有問題要問朱如姐 國民黨這一次的黨主席選舉 有六個人 裡面有人談到了人頭黨人 非選 黑道 而且互相攻擊較勁 我請教一下朱如姐 你如果再當選的話 那顯然這個黨要整合 要再團結不容易 如何做 其實剛才你所提到的 就是人頭黨員 黑道入黨等等的問題 我們在上一次補選的時候 好像這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為什麼這次人多了以後 這些問題通通都冒出來 還有您剛才說絞勁 其實絞勁如果說是 大家既然是競爭 競爭就互相論述自己的立場 跟主張 讓我們的黨員可以了解說 誰他的路線 他的主張 他的論述 是對我們國民黨 未來的發展是有利的 對台灣的前途 對國家的未來是有希望的 我們選一個最適合的人 所以這種絞勁是好的 而不是其他那種不入流的這種手法 我們認為就不太好 那麼未來選後 我相信這六個人 既然要參選中共國民黨黨主席 一定是對於這個黨 對有一份愛護跟承擔的責任 既然你愛這個黨 你希望承擔這個責任 就算是你落敗了 我相信也應該是我們理念是一致的 你一定是捍衛中華民國 守護中華民國的憲法 這個立場應該是一致的 如果真愛這個黨選後 必然應該會團結的 當然選上的人 也必須要想辦法 去非常謙虛的謙卑的 來去看望各位落選的候選人 可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每一個候選人 你若落敗了 很重要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要呼籲你的支持者 呼籲著支持者 繼續愛護這個黨 繼續團結在這個黨的理念之下 我們共同前進 共同努力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講到共同前進 主席其實外面一直很多人在質疑 為什麼洪秀柱當黨主席 當了快一年了 令不出主席辦公室 所以既然你現在沒有作為 沒有辦法有作為 那你連任以後 你憑什麼可以說你會有作為 講到這個問題其實滿傷感的 令不出黨中央也好 令不出黨主席辦公室也好 我必須要講這麼一句話 在這一年多的任期之內 大部分人都認為 那是一個過度的黨主席 一個過度的黨主席 大家就認為是 不曉得他下一任就可以挑戰的 這麼一位黨主席 同時我們也必須這麼說 以往的黨主席 他有很充沛的經濟 經費可以調配 以往的黨主席 他往往是有執政 行政的資源 可以包括所有的位置 他可以分配 所以以前的黨主席 我常說有權也有錢 當然走路就會有風 那麼好像他的領導的能力 就比較強 那麼現在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國民黨一無所有 無力可圖也無權可爭 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那麼你說令不出黨中央 我覺得這可能也要一點斟酌 那麼如果說能夠連任的話 這個情形我們認為 是會有所改變的 最重要的是 你這個黨主席 有沒有自己堅定的目標 方向 理想 你是不是能夠把這個黨 帶到一個大家都覺得 國民黨是個 可以信賴的一個政黨 這個方向去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不可能造成什麼 令不出黨中央的問題 立法院的黨團 他們要求黨團自主 如果說我們尊重黨團自主 有人認為我們好像是 完全沒有辦法 對於黨團有所影響力 那麼如果說 我們很關心黨團 多說了幾句話 那麼一說我們手是不是 牽涉又干涉了這個黨團 其實都不是這個樣子 我認為自己跟黨團內部的成員 我們都應該有很好的溝通 更何況我自己26年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對立法院的種種狀況 其實我是非常清楚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 黨團自主 是不是任由少數的 特定的一些人 去把持這個黨團 那麼這種黨團自主 我覺得就可能是有問題的 那麼至於常會 我覺得今天我們常會的結構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檢討一下 今天常會是不是有些 特定的一些對象 他本身參與中常會的一個選舉 想要做中常委這個位置 他的動機跟他所想的 到底跟這個黨 是不是站在一起 我覺得這都是 我們要加以深思的 主席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國民黨 這一次的黨主席選舉的氛圍 就我自己的觀察 2005年國民黨 曾經也經歷一次的黨主席選舉 那個時候的氛圍一樣 是國民黨敗選的 再也一段的時間 準備在2008東山再起 那一次的黨主席選舉 事實上某種程度 馬英九跟王金平 中間那樣的一個 廝殺的過程 很多人來看這一次的 黨主席選舉 因為這也是國民黨 在敗選之後 另外再尋求一個 再起來的一個契機 不過我先接續 剛剛您的那個話題 第一個就是說您提到 黨團的這一塊 事實上您接任黨主席之後 我們確實發現到 黨中央跟所謂的黨團之間 有一些意見上面的不同 在最近裡面最大的爭議 其實來自於這個 所謂年金改革的這一件事 在這個部分 我記得您一開始立場 就很明白了 告訴大家講說 這個部分國民黨 他其實不要提案 讓民進黨他提了之後 大家再來看 可是黨團在這個地方 跟你意見是完全不合的 所以他第一時間提出來說 黨團要自己自主提案 之後又撤案 然後之後再提 又說不能有自己的這個版本 到最後很多人其實到輿論 其實會質疑講說 國民黨做一個負責任的在野黨 他為什麼不能夠在這裡面 完完全全按照過去在野的方式 您曾經當過這麼長的立委 您在當副院長的期間 我那時候也在立法院跑新聞 就是說如果就這個狀態來講 你當時基於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告訴大家講說 國民黨不要提案 可是後面的這個整個轉折 會讓人家覺得 您根本無力領導 整個國民黨的作戰 因為作戰的戰場在立法院 可是你卻沒有辦法控制這些委員 OK 我必須這麼說 我們說這個一開始 我話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不提版本 而且講出理由的 我們說在這個民進黨 它的版本提出來之前 它的精算的程序 它的一個程式 它是不是能夠告訴我們 所有的資料 是不是公開給大家檢驗 同時對於基金 未來的營運的計劃 是不是能夠獲製一個很好的成果 也要讓我們知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對於軍公教的這種污蔑 跟這種 我們認為說信賴保護原則 它到底是怎麼認知跟處理的 它是不是要跟這些族群 所謂的這種反污名化 要尊嚴的這種呼籲 它必須要正式而且要道歉 在這些都沒有做好之前 我們認為我們不應該提版本 是因為 不應該審查他們的版本 因為它完全執政 要完全負責任 我們不願意說把我們的 它利用我們的版本 表示我們剛剛一起討論過以後 我們替它不公不義的改革 做一個背書 我是這樣一個想法 當然基於黨團自主的原則 那麼黨團有不同的一個看法 我們也說出我們的一些認知 但是經過黨團反覆來的一個討論之後 最後他們還是測案 然後發現說可能我的話 並不是沒有聽進去 表示自己仔細思考以後 覺得還是可行的 否則為什麼要測案 但是我們黨團很多成員 是非常熱心的 他們去收集很多的資料 所以他們希望他們自己 有些臨時動議可以提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 既不違背你黨團自主 同時大家有一個互相意見的表達 這應該不算是 好像我們沒有辦法 讓所有的委員 因為委員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 也有不同意見 也並不像您所講的一樣 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一樣的 都一定要提版本 一定要怎麼樣 好像也不是吧 但我理解就是主席現在說法 當然會覺得說 這個看起來是大家各自尊重 可是我想我們長期 在立法院裡面觀察 黨中央的看法 其實某種程度 它對於黨團裡面 是有一定的政策指導的一個方向 所以您剛剛所提到的那個 不是大家都很認同 其實也就是我們在質疑講說 為什麼黨裡面 他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裡面 達成一個共識 因為你先提案 後來因為28個 我印象說27 28個委員的反對 後來再回來撤案 這是一個 所以這一個 除了你黨裡面的 所謂的黨團跟黨中央 沒有辦法和諧之外 另外我想再請教您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一次事實上 對於黨主席選舉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 剛剛有提到的放話跟批評 有一些人其實很直接的質疑 黨中央裡面的行政 是非常不中立的 甚至就質疑到您的角色 比如說陳正香直接放話 攻擊其他的參選人 現在黨內有一個聲音出來 會認為說 有沒有可能在選後 國民黨就造成分裂 或者是親黨的行星 而甚至有些人 直接把矛頭對向您 認為您在擔任黨主席的 這一年的時間 沒有處理好這樣的一個狀態 導致這麼嚴重的分裂 我非常不認同您的說法 我必須先回答這個問題 選後黨絕對不會分裂 絕對不可能分裂的 那麼在這過程當中 我也要必須說一句話 自從中國國民黨有選舉以來 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的 公平公正公開 我們不管是聯署時間的提早 以及聯署書要怎麼去查核 包括公辦的證件會的一個舉辦的方式如何 還有包括海外的投票的方式的改變 包括人頭黨員的檢核 都是由六個陣營都派了代表 共同開會所做的一個決定 甚至於不同的陣營裡面 還有些人看到某些狀況 他們認為不滿意 認為有所不公平的 經常還會跑到秘書長辦公室 就是要求加以修正 我看中國國民黨從來的選舉 都沒有如此的公平公正公開透明過 所以我可以非常自豪的講 從來沒有過 禮拜六的證件會 洪秀柱他講了一段話 讓大家覺得 這種話好像很久沒有聽到 我們聽聽看 金國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這些年來在台灣 講自己是中國人 好像是個禁忌 甚至連中國國民黨 都有人主張 要改為台灣國民黨 請問各位 如果今天 我們對自己政黨的名稱 歷史主張 都不敢有信心的去論述 又怎麼會讓人家幸福呢 有人說 是我 洪秀柱 跟中國國民黨不同調 我想要請問的是 本黨到底吹的是什麼調 難道是跟中華民國憲法不同調嗎 各位 我可以很清楚的在這裡保證 基於中華民國憲法 只要洪秀柱 在中國國民黨主席的位置上 一天 台獨 就不會是中國國民黨的選項 您這樣講 是講說 即使有一天 台獨在台灣成為主流 你還是堅持 您仍然堅持 永遠台獨不會成為國民黨的選項 當然 只要我在中國國民黨主席的位置上 一天 台獨永遠不會成為我們的選項 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到的是 為什麼這個聲音 會逐漸成為主流的聲音 是不是因為我們自己 對於自己的立場 我們的主張 我們不敢說明 不敢辯論 我們碰到這些問題 我們只會退縮 所以讓他們對手的聲音 越來越大 把我們的帽子戴得越來越高 所以他們企圖來消滅 我們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的法統 甚至於中華民國的一個定位 徹底消滅中華民國 你如何贏得派系對你的尊重 你是不是理念 贏得對你的尊重 你財團 他怎麼樣也是基於對你的尊重 他願意來支持你 但是我不是被他牽著鼻子 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情勢 我們都不敢站出來大聲的疾呼 大聲的捍衛 當然這個市場逐漸會被這種聲音 所淹沒了 當然這是我們自己要檢討的地方 你不宣傳 你不說明 你不辯論 你自己萎縮自己 你自己後退 可是我們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中國國民黨存在的必要 我們必須讓大家知道 中國國民黨 將把大家帶到哪個方向去 這一點我們必須要 讓我們的人民曉得 讓我們的人民知道 為什麼維護中華民國的憲法 才是對台灣最好的出路 而且才是愛台灣的 我們讓大家知道 可是主席很多人很擔心 洪秀柱在當選的話 會把國民黨變成新黨化 會越來越小 最後變成10% 5% 這樣怎麼辦 怎麼得了 我們怎麼贏 不敢堅持自己的論述跟主張 才會讓這個黨越來越小 你自己主張 你的主張 你敢堅定的表示我的立場 而且我的主張 是絕對讓台灣有出路 讓這個國家有希望的 這個黨怎麼會越來越小 另外我要特別強調是 大家都說我當了中共國民黨的主席以後 黨會新黨化 我對這個問題 我都不好意思說什麼 新黨化的意思是什麼 會極小化 會未來越小嗎 可是為什麼我當了黨主席之後 去掉人頭黨員 還比以前的人要增加了很多 有極小化嗎 關於這是我們國民黨 就是說青年面孔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說在國民黨來講 青年的政治增補 一直是我們大家去討論的 就是國民黨在政治人才上面 似乎出現了一個斷層的狀況 而這個斷層 我指的不只是說 所謂頭面上的政治明星 就是我們未來期待他的 甚至可能是救世主 我是在講說在一般 即使是在一般的基層的選舉 比如說我們地方的議員 甚至是鄉民代表 甚至是里長 就連這樣子的一些 就是我們講的民意代表的層級 在一般看起來他的年齡 似乎都還比我們其他的政黨 包括民進黨時代力量 要高齡許多 他新陳代謝的速度也很慢 我們就想知道說 像柱姐其實您在 上一次當選主席之後 整個政黨的年輕化 一直是您所非常琢磨的 一個部分 其實您在黨內 尤其是黨中央 確實也任用了很多的年輕人 可是在基層選舉的 這個層面來講 我們再看 我們會擔心說 未來國民黨在提名上面 包括年輕人他想要爭取提名的時候 實際上也會受到 既有勢力的反彈 這個時候我們黨 作為一個組織跟系統 怎麼樣像民進黨一樣 從比如說國會助理 您之前在國會您非常清楚 國會助理作為年輕幕僚 民進黨的國會助理 他可能到地方的縣市首長去歷練 然後做局所首長 後來投入地方選舉 這樣子的一個 circulation 這樣的循環 怎麼樣讓黨成為一個系統 可以幫助這些年輕人 幫他們一把 然後帶領整個國民黨 走向更大的一個選民的盤勢 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們說年輕化 一直都是我們的目標 但是為什麼這些年來 我們在政壇上面 看到國民黨的政壇上面的 年齡並沒有辦法往下降 所以我認為 第一個我們制度很重要 初選的公平制度 千萬不要年輕人出來 連參加公平的舞台競爭的機會 都沒有 都說你年輕 你再等等 你讓一讓 用這種方式 讓年輕人倒退 還有另外一個 年輕人要培育 我說用狀育青 這育青要培育他 你不能說好 有人主張說我要保障名額 保障30歲以下 40歲以下一定有多少人 可是問題是 你這選制並沒有保障 你國民黨你保障了他 40歲以下或30歲以下的人 出來一定提名 可是你不讓他 隨便送到戰場上去戰死 如果他沒有實力的話 所以這個是要培訓 因此我們有所謂的武林計畫 後來可能我們還推廣出 藍領計畫 就是去培養一些服選的人才 從服選開始 譬如說今天立法院有很多助理 都非常優秀 他可以去服選 他也可以去選舉 他如果他成熟了 他有這個實力 他就可以參選 可是他需要是一個公平的初選制度 沒有公平的初選制度 他說他出不了頭 你就要如何去競爭 如何上這個舞台 還有最重要一件事 我們一定要在2018 拿回很多縣市的執政權 我們知道一旦你喪失了執政權 也就喪失了年輕人 上升的這種管道 升遷的這種管道 你管道沒有了 你只是靠著縣黨部 中央黨部 幾個黨部嗎 那是有限的 而且也是很難的 主席 講到選舉了 那很多人就質疑了 你講到選舉 洪秀柱講話 演講很好 可是講到選舉 選舉靠實力 洪秀柱跟地方派系不合 跟財團不熟 跟黨內精英 沒有辦法鎮得住 那這樣對國民黨選舉有利嗎 所以主席 您有辦法帶領國民黨 打下一場一場的勝利嗎 我不瞭解這個問題 是表示說 財團很重要 派系很重要 如果說財團很重要 派系很重要的話 為什麼我們2014跟2016 會輸得這麼慘 這個大家要研究一下 當我們跟財團跟派系 走得很近的時候 大家認為我們是跟這些掛鉤 那麼今天洪秀柱主張說 我們應該用理念 應該用我們主張 用我們的熱情來召喚 我們所有的這些 認同我們的黨員同志 認同我們的支持者 我們一起來往前走 派系不是不行 財團也不是不好 但是你是不是跟他一個 什麼樣的相互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不是說要消滅派系 你如何贏得派系對你的尊重 你是不是理念 贏得對你的尊重 你財團他怎麼樣 也是基於對你的尊重 他願意來支持你 但是我不是被他牽著鼻子走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不是超短線 一句話就好 就是馬英九前總統 跟派系跟財團不好 可是他選舉大贏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還是要跳脫派系跟財團的思維 這是我剛才說的 所以可是為什麼有人 用這個來質疑我 說我跟派系不熟 跟這個財團不認識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 來代理這個黨嗎 這是錯誤的 董哥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問題 因為現在台灣 他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問題 經濟又因為兩岸的關係不好 這是眾所作之 包括親歷的美麗島電子報 最近做的民調 蔡英文最讓大家不滿意的 就是經濟80.6% 所以財團也不是問題 派系也不是問題 我想請教你 就是洪主席 我們其實很清楚 就是說2020年能不能拿回掙錢 才是讓國民黨 能夠施展報復 重用年輕人 所有這些東西 你都要靠執政才能落實 政黨就這樣 2020年總要有一個服眾望 這個人能夠讓大家靠過來 覺得說有他 就像2008年的忙有一樣 大家靠過來以後 因為你主席 我記得你曾經講過 我說2020年選總統 不會是我 那是你講的 那你口袋有人選嗎 或者郭台銘怎麼樣 他是財團 可是大家對他都很信賴 他在民調又贏過蔡英文 我覺得任何一個黨主席 或者是黨主席候選人 都不應該說我有口袋人選 你說你有口袋人選 就表示你完全默示了初選的制度 你完全默示了整個環境 大家黨員的支持 跟民眾的支持 不是你口袋掏出誰就是誰 所以我一再強調 作為一個黨主席 他必須創造一個是 這個贏的是 剛才小董說2008 大家會覺得2008那個是 跟那個氣氛 不要說馬英九 可能小董出來選也會贏 只是那個票數 沒有馬英九高而已 可能是這樣 那也不一定要 這是我把你稍微看低了一點 那麼可是你也會贏 所以才會國會大贏 那就是一個贏的勢 贏的氛圍 所以今天的黨主席 我如果能夠把2018 也能夠贏回 能夠大贏因為很多的縣市 就去創造一個贏的勢 贏的氛圍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可以來做個maker 就來創造那個會贏的人 而且那時候自然會贏的人 他就會浮出檯面來了 只要有這個勢 不管是總統也好 是立委也好 我想容易勝選的機會 勝選的機會就大得很多了 所以創造這個贏的勢很重要 你覺得郭台銘怎麼樣 光臺銘不錯 如果有比國民黨內的人 而且是泛男人 一樣可以帶領更大的浪潮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的能量的人 國民黨應該要考慮 那當然 所以我們說這個要找一個無私 是很重要的 無私的人是很重要的 光臺銘不錯 但是我們不可以這樣消費他 這個人他願不願意出來選 他要他自己的意願 如果他沒有這個企圖心 你願意叫人出來選 我要給我們糟糕 所以不可以這個樣子 更何況我們還是希望 在我們黨內有很多有志之事 在這樣一個氣氛之下 他願意來承擔這國家的重任 尤其你剛才說的 這國家經濟搞得這樣 大家看到如此敗壞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這種 為國為民 救國救民的這種想法 可是國民黨要爭氣 就要創造這樣贏的勢 創造贏的勢是往前面看 對 可是往後面看 看過去 國民黨怎麼輸的 在禮拜六的證監會 洪秀柱這樣講 如果每個人的算計大於一切 小我勝於大我 如果面對抹黑不敢反駁 出現錯誤只想謝責 如果我們只想或者只會 打穩贏不輸的賬 考量的都是個人的利害得失 當然會導致本黨目前這樣一個 會敗的局面 所以主席您在講誰 我不要想說有什麼特定的人選 那麼我記得那天這個 證監發表會場上 好 盧米也說 他一連串自私的人造成 他說了很多人 他可不是只特定的人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太多人 甚至於我們的政治精英太會算計 所以只能打會贏不輸的賬 他才願意出來 他覺得這個氛圍對他不利 我們說2016年的氛圍 真的對國民黨來講是不好的 所以因為不好 所以大家不願意站出來 那一年我喊破了喉嚨 還是沒有人要下來 是不是 所以你不可以很會打算盤 我們一定要撇除自己這種 比較自私的一個算計的心態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同樣的 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造這個事是很重要 民進黨很長一段時間 被外界認為他團結 他有人願意犧牲 像蘇貞昌會當選台北縣市長 盧秀毅跪下來 林毅雄那時候抗黨主席 讓阿扁當選 許信長為什麼會離開民進黨 因為當初阿扁是沒有資格 參選總統的 因為有條款 因為他當選過台北市長 所以民進黨為了他 定了2000年總統參選條款 特別為了他 所以民進黨在整體的 發展的過程裡面 很多人都願意讓出來 國民黨這麼長期以來 外界的官參覺得說 好像大家都在爭 還有對重要的理念的論述 都不去論述 我覺得這非常不好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從大事來看 當初2008年的時候 大事會那麼好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做不好 所以這個大事到了國民黨身上 那時候大事到國民黨身上 但是人重要 人重要 所以馬英九那時候 當黨主席 他很出來說 如果這一次縣市長選舉 沒有過半我辭職 那時候激發了更大的能量 因為大家怕他辭職以後 下一次的總統選 縣市長選完就總統選舉 總統選舉他如果不能夠 帶領國民黨的話 怕民進黨會繼續執政 是這種能量起來 所以我還是認為 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還是很重要 國民黨能不能大開大合了 工程不必在我 當然國民黨優先 但是如果有比國民黨內的人 而且是泛男人 一樣可以帶領更大的浪潮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的能量的人 國民黨應該要考慮 那當然 所以我們說 這個要找一個無私 是很重要的 無私的人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們的成功 絕對不能夠建築在 人家的這個爛上面 人家的不成才上面 不能說因為民黨現在 整個的施政 這個施能 無能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有在一起的希望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給大家一個願景 我們沒有辦法 拿出自己的理想跟主張 告訴人民 為什麼你選擇 中國國民黨 是對大家是有好處的 如果不能夠 讓大家了解這一點的話 我看我們也是很難再起的 主席 這就回到說 假設未來的選舉 國民黨如果本身沒有 剛剛好沒有那樣的人選 可是黨外有一個無黨的人 是比較好的人選 也有意願 國民黨會不會像過去一樣 好幾次地方選舉的時候 或者是總統大選 都因為泛藍分裂 然後成兩組人馬 然後多殺多 然後把機會讓給民進黨 可是你看民進黨在台北市 柯文哲結合民進黨 就打敗國民黨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我還是希望說 我們在2018有一個勝選的局面 來創造一個很好贏的事 讓我們黨內的很多的精英 很多的朋友 其實不只是總統 2020的話還有立法委員 那麼大家都覺得有希望 大家都願意為這個黨出來征戰 那是最好的一個局面 那麼如果像您所說的 萬一有這樣一個情形產生 那就表示說 我們這整個一個局 並不是一個贏的局 如果我們不是一個贏的局的話 到底是不是這些人也會出來 這我也是質疑 但如果說真的是這樣 我們認為只要國民黨贏 我們什麼樣的方式都可以接受 林俊 我想主席您從政的這幾年 尤其是後面這幾年 應該經歷了很多的大風大浪 大概轉折都在這裡面 比如說您曾經也身為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後來經歷過換柱的風波 但您在大選後的四天 馬上宣布投入國民黨 黨主席的選舉 這一年裡面我們其實看到 國民黨其實經過了 比如說黨產的這樣一個問題 甚至很多人也直接講說 黨內的人為什麼在那一段 大家都需要 有金錢來源的一個狀態之下 只有你一個人到處去找這個錢 然後一直到這一次 您決定再參與黨主席選舉 我接下來想問的 比較沒有那麼尖銳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主席您這應該是 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 接國民黨黨主席 您看整個國民黨從那樣一個 可以說是創黨以來 最糟的一種狀態 您怎麼看這一年過來 您擔任主席這樣一個角色 您給國民黨帶來的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接續這一塊 您接下來又宣布要再參選 而且您現在已經試在 已經抖到最後的這一段 您還希望給國民黨改變些什麼 這一年來 我看盡了政治的現實 跟人情的冷暖 這一年來 我面臨了太多的挑戰 我們會發現 在一個人 一個所謂的堅固的友情 他不是在你意氣風發的時候 他跟你稱兄到底 而是不是在你一無所有 完全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他還是願意用他的愛 責任跟生命來保護你 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可以認清哪些人 他是真的願意為黨來奉獻 為黨來犧牲的 所以我說這一年來 我們看盡了一切 也受到了很多的挑戰 可是我們仍然願意在這樣 一無所有的狀況之下 我常常說 這個 這棟大樓倒了 我們是不是要彎下腰 撿起地上的一磚一瓦 重新來起造這個大樓 二十一年 我們做了很多 組織的改造 大家知道 我們不再加大業大了 我們沒有辦法來維持這樣一個 實質好凡的這樣一個組織 所以我們必須精簡人士 我們黨工的名額我們減半 何等大的工程 這個是何本不易的一件事情 手心手背都食肉 而這個工程做下去 我會受到多麼大的衝擊跟指責 但是我們2月1號我們完成 我們還調薪完成了調薪 高階的黨工降薪 低階不到3萬的到3萬 可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有很多錢沒有辦法解決 可是我們最起碼 按照牢基法的基準 我們把所有的錢都發了 但是還不足 我們未來還需要努力 所以組織改造的工作 我們幾乎已經完成 除了財務問題 沒有辦法完全解決之外 我們論述的工程也在做 我一直在強調 如果國民黨不願意講自己的主張 沒有自己的努念 理念沒有自己的方向的話 而且不敢大聲的說出來 誰要跟你走 所以這個論述太重要了 我們才會成立孫文學院 我們把真的一個歷史的真相 我們自己三民主義的 這樣一個內涵內容 我們告訴一起又一起的 一次又一次的演講 國父說的 鼓吹革命 鼓吹革命 宣傳就是要不斷的講不斷的講 而這不是一觸可及的 不是一觸可及的 黨的改革不是一觸可及的 培育人才也是一樣 我們恢復到以前 革命實踐研究業的精神 我們也是一起一起一起的培訓 培訓我們自己的黨共同仁 培訓我們未來的年輕的一代 我們建立制度 建立制度這種改革 一定會有既得利益者會反彈 反彈的劍穿向我 我們認為在這一年當中 我們不是沒有做 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也接受了很多的挑戰 可是這種未完的工程 絕對不是一年之內 能夠全部結束的 所以我們希望有繼續的四年 讓我們把這個基礎打得更好 讓我們把這個論述講得更清楚 讓我們人才的培育 更有具體的一個效果 讓我們制度更能夠明確的訂定 我覺得這是我為什麼會想要繼續 連任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之前我提的這個問題是 青年人作為想要從政的一部分 他怎麼樣來進入我們這個黨裡面的 政治增補機制 現在其實一個黨的存在 除了從政的同志以外 其實支持者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在現在 無論是哪一個候選人 我們在看到這個黨內在動員的時候 其實都會出現一個支持者年齡 可能偏高的一個狀態 其實說怎麼樣來獲取年輕人 對國民黨的關注 其實就是國民黨裡面有人關注 年輕人關注的議題是滿重要的 偏偏這些議題有時候跟國民黨 基本既定的一些路線 可能看起來會有些衝突 比如我講一個比較尖銳的 就是比如說婚姻平權 比如說同性婚姻 可是我發現這個東西 對年輕人是很有交集的 而您在過去跟其他一些 座談的節目裡面 您也從不掩飾說 您其實對婚姻平權這個議題 是相對有開放性的 而且是比較前衛的 可是您會不會擔心說 就像藍營選民目前普遍比較高齡 甚至比較保守的情況下 您會不會擔心 遭到支持者的反彈 還是說您有這樣的理念 就是說要去堅持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堅持相愛的人 有他們應有的權利 我們認為他是重量級的 而且很優秀的人 他願意來承擔責任 對國民黨來講 不是一個很正面的一個力量嗎 同時是不是也表示 但是國民黨正在向上爬升 包括我們的支持度 相愛的人 有他們應有的權利 而且必須保障 在法律上 有他們應有的一個權利 這是我覺得相愛的人 我們要支持他 可是今天我們發現這個社會 缺少一個非常理性溝通的管道 我到過頭來我要責怪 我們今天這個政府 你如果認為今天婚姻平權 是這麼重要一件事情 你有自己的重策主張 是不是一個行政院 應該提版本 你怎麼放任 讓你一個不分區的立委 提一個版本 然後讓兩路人馬在街頭對立 對撞 互相謾罵 而沒有一個理性探討的空間 我認為說 今天這個事情沒有什麼 應該沒有藍綠之分 這個議題沒有藍綠之分 很多年輕人關懷這個議題 他們認為 我也知他們的看法 就我們要創造一個 對於同性戀者的一個友善的環境 我們尊重他 我們保護他 所以我主張 可能我這個主張是兩面不討好 我主張立專法 但是我反對修民法 而我更主張是 我們透過一個理性的探討的空間 彼此了解你的立場 我們也保存了我們自己 所謂的傳統的價值 讓對方面能夠了解 這個是需要靠時間 靠理性 靠作為來談 包括我們的教課書 到底要怎麼樣來 來這個闡述 或來教育我們下一代 所謂的平權 所謂的同性戀的 這樣的議題 這樣一個做法 對還是不對 大家是不是應該很冷靜 來思考這個問題 可能我這樣講 也許兩面不討好 但是我覺得 我們該講的話還是要講 但是我們是開放 讓大家一起來討論 所以您支持立專法 對 但是你保留開放性 讓大家討論 我們就讓大家討論 這是要互相認識 我覺得任何議題 都應該要這樣 而且理性的能夠了解 我主張傳統的價值不能破壞 那我就要告訴你為什麼 年輕一代說 我要支持今天 充分的一個開放 那為什麼我有這種想法 也讓保守的人了解 為什麼年輕人 會有這樣一個想法 年輕人這種想法 會不會製造社會的混亂 會不會破壞了 我們的核心的價值 那我們是透過這樣一個溝通 讓年輕人也能夠了解 讓反對的人也能夠了解 這不對社會不是很好嗎 董哥 蔡英文帶領這個國家 一連華善可成 表示這一個團體 或一個國家來講 他領導人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洪秀柱主席 在國民黨來講 他是第一個女性的主席 但是外界有很多的質疑 你當了主席這一連都來 國民黨也不夠就這樣 就這樣 那最明顯的是怎麼樣 國民黨有五個副主席 有三個出來反對你 詹啟嫌守其副主席要跟你選 好龍兵要跟你選 胡志強去當好龍兵的總幹事 反對你 那你過去的選舉的競選總幹事 蝦匡時對你也沒什麼好話 所以很多人講說 那如果這樣再領導下去不是 是有問題的 因為這些都是跟你非常親近 而且甚至可以講 在黨內還是你提拔他的 所以 你是不是一個好的領導人 我不認為他們是反對我 大家想想看 當初我要選總統的時候 沒有個大咖要下來 我們黨主席補選 好像沒什麼大咖願意來承擔 而在現在 有這麼多 我們認為他是重量級的 而且很優秀人 他願意來承擔責任 對國民黨來講 不是一個很正面的一個力量嗎 同時是不是也表示 國民黨正在向上爬升 包括我們的支持度 我剛剛上任不久的時候 我們的支持度就15% 然後民進黨是20幾 對不起 現在我們雖然距離拉得不夠遠 可是我們已經超越了民進黨 我們已經超越了民進黨 所以各位想想看 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如果大家要用負面的這種話語 來看我 我檢討 可是我你要用正面的一個方式 來看這些朋友們 願意在這個時候 表現承擔的 責任的 這樣的一個作為 我是覺得很高興的 所以其他有些話 我覺得我們大家就不要去計較 不要去計較 也不要太自私 我們不要去計較 去談這個問題 很多人一直在質疑您 說事實上 你根本就太親中了 然後你一直在 不斷的在到處挑起統獨大戰 甚至包括說 關於我們到底 是不是中國人的定義 這很重要嗎 台灣我們是台灣人 不就好了嗎 為什麼一定要去強調 我們是中國人 你怎麼看 這個問題是很嚴肅的問題 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我說當別人對手 一再的要封殺我們 一再要毀滅我們 毀滅中華民國 毀滅我們一個道統 法統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不願意 為自己的主張 為自己的立場 來充分的來論述 今天我們並沒有說 要挑起統獨之爭 而是我們要回歸到 這根本問題的討論 我剛才說一再強調 我剛才也說過 中國國民黨 他存在的必要性 中華民國憲法的重要性 他為什麼可以保障 我們台灣的安全 他為什麼可以尋求 我們台灣的一個出路 我覺得這都是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問題上面 講得非常清楚的 而不是所謂的統獨大戰不大戰的問題 今天我必須這麼說 你講統 有很多人講說 你沒有能力去統 你說你讀 因為你也沒這個材料去讀 所以不要談統獨 錯了 你不談這個問題 你不談中華民國憲法 你不談這個問題 人家逐漸在這個問題上面發酵 逐漸在注入這樣的一個分析 分離的獨術 也就是說往獨的方向去 你面對這樣一個傾向 你難道不要回到這個問題的根本 去探討我們的未來嗎 就當初我幫那個彭明明 打總統初選選戰 打完了以後 副總統很多人都沒有興趣 後來林安安跟郝博純要出來選 後來陳里元也跑出來選了 這個時候四足人馬的時候 就非常多人 有興趣當副總統候選人 現在是有 我不敢說國民黨有大事 但他的期待已經形成了 2018的縣市長選舉 包括2018的縣市議員選舉 在現在的氛圍之下 對國民黨是有利的 所以我認為 這六足人家會出來是因為 看到未來這個新的趨勢 但是還是希望說 在這新的趨勢之下 民進黨長期成功是因為什麼 跟社運團體結合得非常好 現在我跟董哥一直在找尋人歧視 什麼反核團體現在也不見了 衛生團體也不見了 那時候反黑箱作業的太陽光也不見了 最近不是 你玩很多黑箱作業 都沒有人出來嗎 可是長期以來 社運團體跟民進黨的結合 造成他的事 國民黨如果民黨黨主席的話 如何跟社運團體 好好的結合 好創造新的事 其實我們是有朝這方面去做 以前國民黨確實是比較保守 或者說比較害羞 他跟所謂的民運團體 民間這些組織 社運團體 三不原則不接觸 不妥協 不談談 大家不來往 我覺得其實這個年代是過去了 我們必須要了解他 但是我們絕對不是利用這些團體 來作為墊高我們的踏腳石 這兩岸的政策綱領 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上 深化九二共識 積極研討以和平協議 來終結兩岸敵對狀態 我們真的要坐下來 參與他們的行動的規劃 想出解決的辦法 來跟他引進我們的 介紹我們的立法委員 怎麼樣形成一個政策 怎麼樣來協助 我們有共同的理想 共同去推動 其實我們有 台南鐵路東移的這些會 還有市場 高雄市場的問題 還有另外華航空服員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經常有所接觸 只是外界現在可能不是很了解 但是一再強調 不是借重人家 來成為你墊高的一個踏腳板 而是要真正的 來跟他們融合再解決問題 對你的理念跟國民黨的路線 要怎麼樣去爭取 我的理念跟國民黨的路線很清楚 我們在去年9月 尤其是兩岸政策綱領 我再講一遍 這兩岸的政策綱領 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上 深化九二共識 積極研討以和平協議 來終結兩岸敵對狀態 扮演和平制度化的角色 爭取台灣人民的福祉 我覺得哪一個路線是錯的 中華民國憲法最高了 你站到憲法律上 你爭取自己的權益 解除兩岸的敵對狀態 太重要了 你覺得答得到嗎 你不做你怎麼知道答不到 你不講人家怎麼知道聽不清楚 要講 要做 不怕 你有這個勇氣一直講下去嗎 當然 當然 你不怕別人罵你 心中漫台 不怕 這個帽子不是今天第一天戴 你不怕 覺得反應 若吧 這些帽子 唯下